这老爷子是奥地利历史上最有名的拉德茨基元帅 如果拉德茨基元帅你没听说过 但分你懂点音乐 你应该知道拉德茨基进行曲 我们前些日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小剧场听音乐会 那真是比芭蕾舞吸引我 因为那最起码能听懂 而且很多东西以前听过就不知道叫什么 你跟这旋律还能拍八大 这挺好 最后他就奏一首拉德茨基进行曲 然后全场的人都跟着打拍子 乐队指挥那个乐队就指挥观众 怎么打拍子 强弱打拍子 所有人都能合得上 这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拉德茨基进行曲 这老爷子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咱中国的养老令工 养季夜 就这种感觉 你看他的生俗年 1766到1858活了92岁 88岁高龄的时候还挂帅亲征 还上战场 所以你想他多牛逼 他获得元帅贤的时候 已经80多岁了 才获得元帅贤 参加过从拿破仑战争以后的历次奥地利的对外战争 所以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拉德茨基元帅 这都是他的真实的遗物 穿过的军服 戴过的帽子 你看那个帽子多绿 越绿级别越高 而且他的这把军刀是整个博物馆展厅里我见过的装饰最豪华的 皇帝授予的 相当于那种荣誉武器 这可能是他真实的时候上战场用的 这应该是真的上战场用这把刀 这个就是平时轻易都挂不了一两次的 它上面还箱的那个玛利亚特雷莎军事勋章 那种宫勋章 就是属于那种荣誉武器 非常漂亮 那里边有一间 就是他当年用过的办公桌什么都在那里边 咱去看一看去